這個不是主鬥燃鬥機的問題 這個是一國屬的問題 如果上年的教會普查 你都可以看到過去五年的香港教會的年輕人 投身得真是五年中間 你不要動手 你報警 我們已經報警 你不讓人走 你現在報警處理 你不應該算推人 我們已經報警 你報警就不要再推人了 不公義的地圖 公平應該是這個地圖才有 公平公義明確實 剛才你說的 五月大會決定了抽籤 但現在的抽籤變了什麼 變了大圍標的抽籤 變了西選的抽籤 變了小圈子的抽籤 發生什麼事 有沒有經過諮詢 你講了這麼多諮詢 有沒有經過諮詢 你說 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 門徒公義 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是激眾改革派送圖的節目 門徒公義 今天是第147集 有我Howie 還有一位新主持 就是Eric Cott Hello 大家好 我也是Eric 不過就是姓葛 對啦 和Eric媽不同 大家都叫他Eric 從這個星期開始加入 成為我們的新主持 因為這兩個月 我們的主持人 非常之不足 不足 Eric媽這兩個月 都不能出席錄音 另一位主持 Aureo 下個月 中開始又去旅行 煞了很多人去旅行 所以這段時間 要大家忍耐我這些 這麼普通的主持 不是 多謝有你的 出聲幫忙 就真的 哈哈哈哈 現在世界盃就開了 了啦 I Recall 你不看球 是的 我不看球 這件事很多人都會認為我 很意外 你很意外 是的 因為我喜歡水上運動 而水上運動普遍都是 一個人的運動多 我自己喜歡的獨木舟和風帆 都是一個人的 所以對於一些 集體性的運動 是沒有這麼熱衷的 那爬龍舟屬於集體 是嗎 龍舟是算集體 但是我沒有參加過 又不適合你了 所以 其實一直都想參加 不過沒有緣分 沒有緣分 哈哈哈哈 我都沒參加過 所以我還是喜歡看世界盃 多一點 是的 我想有共通話題多一點 對 沒錯 好 今節我們說回過去一個禮拜 兩件大事 兩件都是令人非常不開心的事情 真的 一說真的還是生氣 沒錯 他有很多情緒在這裏 上個禮拜一 旺角的暴動案就宣判了 包括梁天琦在內三位的議事 就被重判了 另外星期四 各地兩件的草案就通過了 兩件事都真的令我們非常不開心 真的 但是很有趣 兩件事 我個人感覺 好像是這個魚蛋革命的判罪 好像引起那個公份 更大於各地兩件 是不是 你說得對 真的 如果看Facebook 洗牌的程度 當然這兩件都是很多人去關注 是的 但如果用洗牌的程度 我會覺得禮拜一的時候 一到去到禮拜二、禮拜三 都是梁天琦 都是判刑 主導整個網上的世界 大家都幾乎很淹厚一字 會覺得現在這個判決大概離譜了 都覺得這個所謂的司法已死 反而一地兩件 那個解讀有很多 很多不同的反應 可能有些人都覺得 或者以為相信 發梦以為他真的有經濟效益 還未定 你怎麼看 這個梁天琦這件事件 梁天琦 先說梁天琦 我最初是因為這個魚蛋革命 就知道有梁天琦這個人 知道他是這個本文前的人 接著會留意這個本文前的那些 他們原來是支持這個武力抗爭的 我自己覺得在香港 武力第一不受歡迎 我個人又不支持武力 所以最初對他的印象 是可以用差來形容的 然後慢慢看一些他的訪問 又知道他原來大學裡面是主手哲學 覺得似乎他很努力地探討人生的課題 因為發覺是一個大學生 還讀哲學的 對 最初他出來的那個 在魚蛋革命的時候 只是覺得這個人有煽動能力 還未知他的背景 後來看多他的背景 特別是讀了一些他的訪問 其實我開始感覺到這個人很討厭 事後再發展下去 他被捕 然後又去外國學習 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 他簡直是承認自己是懦弱 我覺得一個人夠膽去承認自己的問題 其實需要那個勇氣是大於死撐的 我想他身邊一定會有人反對他死撐 因為他當初那麼勇武 大家都希望有一個勇武的人站出來的時候 而他走回去說 其實我懦弱 所以我想他當時應該面對的群眾壓力是很大的 現在經過了星期一的判案 我們又看看本文前的其他人 好了 他去外國學習的那段時間 我絕對相信會有人接受他 而他可以選擇棄保潛逃的 即是有這樣的機會 我猜也真的會有人願意給他政治庇護 但是你最後看到他的抉擇 他用行動回到香港 他去面對這件事 加上再看他被捕前寫的東西 其實他都很重視他的家庭關係 忽然間我對這個人 可以說是很欣賞 我覺得他有血有肉 一個有血又真誠的人 更加更加重要的就是 他肯面對自己的不足願意的改善 所以我都挺看好這個人的未來 很多人都是這樣 以前會對於梁天琦 有一些比較負面的看法 但我判案出了之後 同情多 即是轉為同情 我講一下我 其實我第一次近距離見到他 應該是在新東補選 他們在沙田新城市廣場外 搞了一個大型造勢晚會 那次是第一次近距離見到他 當時是幾位 因為港獨主張而被DQ了的參選人 他們聯合在天馬公園 搞了一個集會 那次是第二次 很近距離見到他 同樣的 我也是覺得 他那個演說 或者他在公開演講的時候 所表達流露出來的動作 神髓 或者他那個演說 是有那種感染在 我覺得 其實如果他是真的 投身了政治的時候 其實都可能會令到今天 這個議會 是會有一些轉變的 嗯 我也相信是 是啊 你看一下 過去剛剛上星期四 那個一定良檢通過了 當然這個是我們預期 因為在這個政府 建制派的主導之下 就是怎樣過 一定會過到的 是 但最不堪就是 你看到那個 泛民主派的表現 也是預期一樣的不濟 是 所以我就會想 如果梁天琦 在2016年 中心了立法會 成為了議員 嗯 今天的立法會 審議這個一地兩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不同的地方呢 嗯 令我不禁會這樣想 嗯 究竟泛民有怎樣不濟呢 或者我們首先 看看以下這段影片再說 好 在他們還沒說之前 我們想請一地兩建關注組的所有成員出來 拍一張大合照給你們的傳媒朋友 知道我們一地兩建關注組 一地兩建關注組的所有成員 所有團體的代表都請出來 那些大學的同學都請出來 大學的同學 再退後那些光明是 大學同學 來了沒有 來了沒有 港大 我沒有這班年青人 我們沒有將來的 年青人請你們過去前面 大家都退後兩步 年青人請過去前面 各位嘉賓 大家都退後兩步 請各位嘉賓全部退後兩步 我們一地兩建關注組的成員 還有沒有漏了的 請大家不要害羞 一定出來 是 好 好 我們看兩鏡頭那一片 是嗎 好 我們一起合照 反對各地兩建 反對各地兩建 反對議會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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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各地兩建 反對各地 這段片就是剛剛在上個星期四 泛民主導的一地兩建關注組 在立法會外面 舉行了一個集會 這一分鐘就是剛剛在集會開始了 開始了 不夠半個小時 剛剛那些人 何練山 或者所謂老師 做一些暖場的演說 接著開始 人又多了 又見到 銀卓廷 康宗宇 許智峯 一群民主黨的議員 就下來準備去說話 剛剛就應該是人齊 開始多人的時候 突然之間 你見到何練山 截停了 劉小禮 接著她說什麼 她就說 先拍照 親人齊 大合照 你趕完之後 她又上去開會 誰趕完又離開 你怎麼合照 不齊人 你見到韓廉山很用力 學生快點過來 先拍照 還有沒有人留 快點過來 快點過來 然後大家排 排隊 分兩行 記者在這裡 大家一起喊口號 就是這樣 好像在演示範 對 當然這些畫面 就不是第一次發生 以前泛民所搞的集會 都經常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但我覺得最不堪 就是 你說到這個各地兩件 挺嚴重的 你說到還要有必死的覺悟 你還說到我們一定會站眾所能 然後之前一天 那幾個雨駕 還在議會裡面幾乎打架 被人驅了出去 那一刻 有一點相信 是不是真的這次 禮真 是不是真的禮真 誰知道 又是大合照 又是大合照 所以有時候 我們不用聽她說什麼 我看看她做什麼 我才知道 而且剛才的影片比較長 我沒有播放到後面 她真的喊口號 她喊了一分鐘 方便記者拍到最好的一刻 或者電視台可以拍到整個畫面 如果你留心一點看 其實在前面 中大那兩個學生 是沒有喊過口號的 是嗎 中間那些是不說 而她旁邊那些是假裝口型的 我沒有看得這麼細緻 我只是覺得最有趣的 就是怎麼會大合照 我會覺得學生都很討厭 撐你不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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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想去反對良見那些事情 你叫我出來合照 那算了 我撐我喊口號 我真的撐不順 撐我也撐不順 所以這些學生 我只能夠用單純去形容他們 如果給我 就真的不會去的 而我昨晚看完整個直播 那兩個幾個小時的直播 說得最多的當然就是指責梁君彥 立法會的主席 怎樣去展報 然後又搬龍門 其實說得最多的是什麼呢 說得最多就是呼籲大家 接下來七一要上屆 還有還有補選 即是新東和九西 還有下年就是區議會的選舉 呼籲得最多就是 大家記住 投票 如果你未登記做選民 就登記做選民 都是以直行先 以及都是籌款 因為七一其實是為了上屆 叫多些人籌款 聽說六四的籌款 六四籌款是多於去年 好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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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令我覺得 越看系越不堪 我們前幾個月 當311補償的時候 我們曾經發起一個呼籲 就是杯葛今次的補選 當時我的理念 就覺得 今時今日這個議會 真是沒有用 我們要思考 怎樣用議會以外的方法 去做抗爭 因為那個議會 自從修改了議事規則之後 其實已經是廢了 當我們去做這個灰的時候 就被人罵得很厲害 包括陳士齊那邊 我還記得當時他們 還請了劉小禮 上他們的節目 做了一集 那說什麼呢 藉著劉小禮的口 就是說 其實議會是很有用的 立法會議員 才能夠有資格 拿到一些政府的文件 才能夠去跟蹤一些個案 然後我還記得當時陳士齊說 有些人 什麼都不懂就不要亂說 議會是很有用的 現在那幾個月 我想說 今時今日 還有沒有人敢說這個議會是有用的 我不是說那些泛民議員費 我已經不是說這件事 我就算當你會飛 你在今時今日這個議會裡面 你還可以做到什麼 你除了罵梁君彥 這個搬龍門 展報之外 你什麼都做不到 你根本想做抗爭的 議事規則已經是改到 你沒有辦法做任何抗爭 他說36個小時 其實今次今日我都觀察到 其實有很多的泛民的死忠 都開始有些轉變 是真的 包括我身邊很多泛民的死忠 最近大家出來飯局吃飯 聊天的時候 竟然有怨氣 以前人家知道 你是門徒 你們做了一些事情 都被人當面罵 起碼就直接罵 罵得多 但現在竟然不罵 還要主動提到泛民 這樣 你認識的朋友 都很泛民 真的 真的 大家認識的朋友圈子 果然很趕富 為什麼我觀察到這樣的轉變 主要是我留意到 袁天佑思慕的Facebook 袁天佑思慕在上星期四 當一地兩件通過之後 他在他Facebook那裡 就留了一個post 我覺得很值得去反映到 現在泛民死忠的心態轉變 或者Eric哥幫我們讀一讀 嘩 師母有火 希望垃圾會吧 激死自己 無補於事 乾脆爽快一點 完全由建制派及高官治港 嘩 嘩 多有火 是不是像我們門徒那些講法 是啊 很開始變成門徒 沒有啦 我應該適合你 還有另一個更厲害 話說 在我們門徒的留言 是嗎 我聽說 我解釋給導者 因為話說我們翌日 早上我們就出了一個報道 就是說回泛民的集會 無端端就變成一個造勢的集會 為了他們接下來的補選 以及區選造勢 袁天佑時報見到之後 又有留言 怎麼留言呢 我聽說 我希望可以聲音演繹到她當時的情緒 她是女人來的 做勢 做什麼勢啊 有勢就是 蠢勢 懶勢 弱勢 烈勢 死勢 最後慘了 虛勢 我真的演繹不到 我猜她應該比我更生氣 所以你看一下 真是自治金句 是啊 好像袁天佑思武 這些傳統泛民的死忠支持者 現在都心碎了 絕望了 見到泛民 甚至議會的不堪 都開始有那個心態上的轉移 和你說的 好像變成我們門徒 我會覺得 加上你剛才所說的 很多你所認識的那些 本來都是泛民的支持者 現在的心態都有一種 準備 都不止支持的了 應該是死忠來的了 死忠來的了 是 我會覺得其實很嚴重的 泛民 你要看清楚現在的情況 否則 剛才提到 新東 或者九西 的補選 其實都很危 真是危 但這就是我們對於政治那種分析 始終我們都是一個 教的節目 所以 其實這裡 開始都想說一些 跟教有關的事情 最近發生的 何志迪牧斯事件 即是《蘋果日報》的報道 我們都用了兩集的時間 其實都是作出很多的炮擊 其實除了我們之外 很多的眾部 或者激進派的信徒 在過去一個多星期 對於何志迪牧斯的批評 都是火力十足的 火力十足 火力十足的 就算沒有了我們的門徒 何志迪都是被人打的 你真的會這樣認為? 是的 只是打少了一兩拳 即是沒有了我們的一兩拳 他被人批評的力度 我覺得跟年頭的盧龍江事件 是有得比美的 但是 接著我有一個反思 其實何志迪 他說的話很離譜 例如他說 教會要保持政治中立 或者他說 因為聽到上帝要他專注去傳福音 所以就不足跡六四的燭光集會 我想聽到上帝這句說法出事 如果你看到網上寫的文章 有很多寫手 反而他們集中在政治中立這一點 我上一集有分析過 其實你要指出這一點的錯誤 是有一點難度的 不是做不到是做到 即是詳情可以聽到上一集 但我想說 其實何志迪說的話很難聽 但其實如果你說真是火滾的程度 即是如果我用五級去形容 頂完就只有四級 沒有盧龍江那些 簡直叫人要投降五級 那麼離譜 但這次火力是很慢 已經是去到五級 為何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其實如果這件事發生在去年大半年前 我覺得引起的迴響 其實就沒有那麼大 有一個很簡單的引證 其實去年十月的時候 我們都曾經做過一篇報道 又是說回何志迪牧斯 當時他在那個廣道裏面 即是提倡要政教合作 如果你把這兩件事對比的時候 他明顯提倡要政教合作 是比他今天說 教會要保持政治中立 是更加離譜的 這些就是累積的因果 他前面已經有積可尋 今次又再這樣說的時候 就惹火了 但是上次的時候 那個迴響沒有那麼大 如果真的Apple to Apple去比較的時候 跟一個人所說的話 很明顯上年說政教合作 是離譜得多的 反而那個迴響是沒有那麼大 那麼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就令我聯想在這一半年 來香港社會的改變 這一半年裡面 我們都看到 香港社會真的 是惡劣得很厲害 剛才提過 王國議事被重判 一地兩檢 甚至之前很多 例如鄭玉華的前建事件 香港人是累積了很多的怨氣 很多的憤怒在心裡 但是沒有辦法把他發洩出來 但是始終人是要把一些怒氣發洩出來 變成他就要轉而對峻了 怎麼會轉而對峻呢 就是找一些能夠他安心去發洩的地方 或者人去發洩 即是沒有什麼後果 來想想一下 如果突然間我們出去現在做任何集會 抗爭 分中好像是梁天琦一樣 被人拘捕了又會判六年 甚至七年 這些是我們承擔不起的 那麼我們找一些可以承擔得起的 是什麼呢 就好像何哲迪這些 網上欺利 我們不是望著欺利 我們是仗義執言 他說的話是離譜的 明顯是站在林鄭那邊 這些人也是值得我們去譴責的 大家有個沙包 有個出氣袋 是可以打得很放心的 至少何哲迪不會告你暴動罪 我觀察到其實是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所以你才能夠理解到 為什麼今次何哲迪會被人打得這麼厲害 香港的教會 教務 甚至教務領袖 真的要醒醒 因為我們看到 其實現在的社會 就不會很明顯 有一個改善的 那個文怨只會是越來越深的 如果你還選擇 站在執政者那邊 去傾斜於他們 教徒來說 都一定會把你們當作出氣袋 還有不要忘記 就算好像袁天佑師母這些 本來是很黃絲的 現在都慢慢變成本土派的時候 你也想想 可能現在教務領袖 越來越有多人的聲音去不滿 他們會越來越變成門徒 我會覺得 為什麼這些教務 會感受不到社會的怨氣呢 我自己身邊的朋友 其實我覺得最怨最怨的 我身邊有些完全不關心自己的人 但他們提到什麼高鐵 什麼港鐵 那些豆腐渣 他們就生氣到震 用這麼多錢 又不是我說要蓋 你蓋這些東西給我 其實這些人是很冷感的 不說政治的 但這些事情的發生 是令到他們對政府充滿怨氣 所以我想這些目者 應該要留意社會的轉變 他們要受到教訓 他們要受到教訓才能懂得 在教訓當中成長 我們給他們多些教訓 他們教訓得多 都應該要給人教訓 沒錯 好了 第一節到這裡 我們先休息一下